佛法教室 请在生命电视台 最慈悲的佛法教室 请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宋圣剑 法界 宋圣剑 实有的 宋圣不理解 宋圣剑是幻化的 因为是实有的 那么佛菩萨以方便的法门 这叫法界 以方便法 来教戒 大菩萨以他大悲心的智慧心 是以方便界 也叫界 生长方便 生长方便 以方便 来给你开示 法界 一真实的警戒 是以方便 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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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位道友 自己感觉到 你调伏的心 是不是能进入 从你发心 到你落法 到你出家 你经过几十年的功夫 我可以给大家做例子了 我十六岁到九十 其实四年了 到现在也调伏不了 你不让他去贪嗔辞念 不起邪知邪见 还办不到 这个很自然的 无量解了 习惯了 要不调伏他身心 全部是进入戒冰坏 一面那面不上 是散念 连散念也没有了 做不到 我只能说 以散子那 用散念来对着那念 要那念不上 能多生散念 你才能处理得了 当我处理得了 处理到 大家都说 学灭 西藏中二十年的功夫 先学处理心 建立处理心了 完了你才说 学 学密法呀 学受灌顶啊 学什么的 那是目的是为度纵上 大悲的散巧方便 那些个方法都是 纵什么都好奇 你跟他说我是密的 他就感觉这个密了 可不得了 其实是什么 要把密的说出来 就是显得 你告诉你一个证 要把这个证解释 那可以啊 一部《阿汉经》 也解释不了这一个证 它含义非常的多 它一部一个证 就包括一部证 例如说 无论不得大证 念个温尔巴尔纳迪 就就开智慧了 是这样的吗 温尔巴尔纳迪 包括又把它解释出来 那就是佛的一些智慧的入门 一直到究竟会 那可不可以把十二 山上十二部的 宗论百论 十二明目论 什么 一切斯底论 大字论 都包括起来 就在这个咒里头呢 你去学习吧 开放了诗画 无量无边 收舍后诗画 一面之间 纵神他这个迷迷糊糊的 非得找个奇特的 找个奇特的 方便了 还想找方便 方便 还想找方便 说一面就成佛了 是啊 一面就成佛 那一面是什么时候一面 神叶摩尼佛做菩提数学 最后那个顿断 那一面生起来 那一面 生了 出了一心了 大悲心了 智慧心了 般若心了 据说还很多呢 不是那么一个 一个咒 要把它开阔解释起来 你每个咒语都是这样子 它叫种词嘛 种一切法 词无量意 就是哪个咒都入善 观音菩萨心照 就包括观音菩萨一切的行法 一切的发心 道的正德 文化菩萨心照 就是 红尔巴尔纳迪 就包括文化菩萨 在行法一切道咒语 懂得这个了 就知道了 知道了 那秘密就是什么呢 佛的根本字 不开说的 无言所不可思议的 言语道断的 那是用咒来代替吧 就这样的含义 最根本的还得一个信 不论你弦也好 密也好 大乘也好 小乘也好 因何时 没信不能弱 信的时候就生大欢喜 你信还不生大欢喜 你耐好的 心要的 当你生欢喜 因为欢喜 要解释了 叫解 解就求明白嘛 这叫明白之后了 才能行 咱们现在还在解之中 还没有完全了解 这解 解这个宗旨 产生智慧了 解释分析了 思量了 往来就去奉行了 这才能达到处理 处理才能得到泄脱道 三要道的泄脱道 这些大菩萨 他化到众生的时候 咱们上来讲这个 第三参天的 这是个天王 都是大菩萨 佛的常随众 这说他们去 教化众生 怎么样 尽弱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以前学的时候 老师就念着正文 因为这不是华英的 主要的 华英主要还没开始呢 就讲四祖 妙庄严 他是这样修道的 这样发心的 这样成德的 完了他们这样 化众生的 以此来庄严 他们的 依报 正报 随佛 而行的 这都是形容词 没叫我们怎么样去做 这个说的这个 我们都做不了 说他们 随顺佛 学 修 正 完了他们有这个功能 完了他们也都方便散角 来立化众生 在佛教的名词很多 说无量 无量有界限没有 无量也有界限 无量的还有无量 解释无量的 再用无量来解释无量 多了 这都是属于名词 有好多的智力 我们的智力达不到 达不到 这里达不到 就一步一步的来吧 一步的来吧 这些个 十大天王的 他们的善巧 每一天王都具足这十种 这个这个 注解当中有十种意义了 就是说每个天王 都是具足这些的 具他们的德 那么相信 这些个佛的常随众啊 就是这个天王 鬼王 龙神 八卜鬼神众 都是不可思的大菩萨了 他们用这方便散角了 来调伏一些众生了 调伏是形容词了 我们这众生是难调难伏的了 难调难伏的了 咱们就是回想到调伏我们自己 调伏我们自己 那么学打坐 最初你学的时候 心里头不难定 一会儿腿子痛了 你不坐呀 还没事 这一休想 进入修行了 进入行的状态的时候 障难就出来了 毛病都出来了 身的障难 到时候都不合事 腰痛啊 背痛啊 腿痛啊 不习惯吗 无量节奈 你没有这样做过吗 只说一种 念佛 好像事后很简单 念念念头就跑了 念念念头就跑了 你看不住你的念头 这是有形的了 无形无相的 没生念之前是什么 是找那个真心呢 你找不到的了 你让他不生念 办得到吗 你有这个心 力量达不到 而且他马上就跑了 你不用功啊 妄想化少一点 一种功啊 妄想准这么多呀 好多道友这样问我呀 他说我一念经 怎么也值得妄想了 我说你不念经的 你不念经的 你根本就 静在妄想里头 你又不值得妄想了 像你念经 或者做个禅禅 你这一休想 就两个了 两个对立了 一个要休想 一个不要休想 他两个就打架了 你想静下来 好好读记 他不听你的指挥啊 你一会又跑了 怎么办呢 你就拉回来 跑了又拉回来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你别烦恼 一烦恼不多了 那就完蛋了 霸道了 就这样子 这个妄想啊 妄念 一个妄念 这叫妄念 叫什么 叫调局 在佛教术语上 叫调局 妄念很少 没有妄念了 乖咳嗽了 那叫愚痴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就不念了 那更厉害 念念就乖咳嗽了 你不念经 不学法 不掺掺 不念佛 好像还没那么昏传 脑子静着转 想事 不专一 不集中 刚才你专一 一集中了 你想休息了 完了 昏传来了 你昏传了吗 说这一脑壳一搭呀 起码一刻走 再长一点 半个钟头 过去了 一想 哎呦 时间到了 一想 下一个 下一步的 常住的事物 又有了 坐禅去了 或者上殿去了 起了 松断了 你正在念经 这两种 遇死众生的 必有的障碍 必有的障碍 一个昏沉 一个调剧 人家在屋里坐着 或者去劳动 你不会昏沉的 你来听华眼镜 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在那 要听不听 站他了 一门点头 讲得好 讲得好 你连听都没听 怎么讲得好 因为你哪 乖渴睡去了 华眼镜 冷眼镜 特别理性的 特别像 自主论 像于提斯论 像中观论 十二明目论 百论 讲这个论的时候 非常打脑壳 怎么叫打脑壳 你不懂 我打脑壳 我打脑壳 露南 词